借杀吃素 根据科学研究统计 全球每年有超过30亿只动物 被人类残忍杀害 其中大部分是吃肉的人 这个数据让人触目惊心 也让我们不禁要问 吃肉就等于每天杀生 每天都在造杀业 与众生结血海深仇 也是人生最大的恶习及恶业 别以为你每天不施行善 做很多的善事就有功德 要知道你天天吃肉 就把所有的功德赔光 因为生命是众生最宝贵 所以要改恶习当物第一 能从戒杀吃素助手 在《棱家经》里 佛祖开示说 食肉与杀同罪 也就是说只要吃肉 就等于每天在杀生 而且杀的都是自己的同类 众生最宝贵的是生命 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送给不认识的动物 这是多么不慈悲的行为 而且当我们吃肉时 我们的心态就是杀心 我们想把动物宰杀吃掉 享受那种快感 但这种做法 只会让我们和动物 结下更深的仇恨 在未来的人生中 我们必将承受 因杀生所带来的恶报 根据统计 人类每年因为交通事故 自杀 他杀等原因 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五百万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心结未解 仇恨太深而引起的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 从今天开始 戒杀吃素 做一个慈悲心肠的人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也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有价值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 戒杀吃素 为自己 也为众生 种下无上善根 共同创造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